那你拿妝怎麼拿 我想要這一件 再來一次 我想要這一件 我不缺妹子 大家批評都是玩遊戲 憑什麼就是你跟女生很好 我們公費都是臭男生 為什麼批評都是玩遊戲 為什麼他們公費臭男生 你的臭壞就這麼多女生 然後你還跟女生很好 我們剛惹腳本沒有惹這一段 哈哈 兒子啊 要問你一件事情 等一下啦 再忙啦 遊戲陪我走過大部分的人生 雖然有時候常常玩到廢情忘食 但那段快樂是無可取代的 被暈了被暈了 快打那臉夢狗 這些時光是我最珍惜的好意 儘管我媽總是覺得我花太多時間在遊戲上 但不得不說 遊戲的確為了我的人生 開闢了一條新的道路 好可怕 殺我的台灣狗 你到底是要我叫你幾次 就跟你講我打電話為了公司 誰管你玩什麼遊戲 你這個單身狗 什麼時候帶女朋友回來 整天活在幻想裡 別難過 11月10號到14號台港號 飛通內的商店限定活動 不論是魔獸世界 決勝時刻 暗黑破壞神山 鬥勝特攻 星海爭霸 都有優惠折承最低下殺33折 你想要增添作息或是購買多款組合包 絕對要把握這次的台港澳限定特賣活動 讓你雙11不落單 就算美女友也不寂寞 讓娘親陪你玩玩 哈囉來到夜店王咖 我是主持人萊斯 然後主持人Sophie 今天有事情還有請假了 今天來賓邀請到兩位 第一位就是我們魔獸世界頻道的 算台灣最大吧 老布 我通常是說受過僅存 受過僅存 還有大家好我是貝利梅 謝謝大家 而且今天為什麼我要來這裡呢 就是我要跟大家 再次的榮重的介紹 因為我是 謝謝大家 那我問一個問題 因為我跟小梅認識很久了 然後現在都23了 請不要這樣子 謝謝 謝謝 我們認識了10年 現在都23了 謝謝 謝謝 我可以把你魔獸美少女第一期的照片 拿出來放嗎 哇 可以嗎 你挑一下 你以前的照片 不是 我要解釋一下 可以 我那時候認知到一件事情是 文字編輯是 所以我是唯一最慘念的 對對對 就非常的對不起你 那個時候工會制度 我覺得超不健康 假設 要點名 要 當然要 肯定要 你還上班的當然要點名 要先 大家要先統計 開打前15分鐘還是半個小時 就也要先回報 要來打卡 我在線上了 然後這樣子 然後要都有到之後 還要準點然後出發 我知道的大部分的工會 那個時候是沒有後補機制的 然後如果有人沒有來 你再從工會再叫人上來 可是再叫人上來的時候 他可能一來沒裝 二來他可能不會打 然後他又沒有DKP 他來就是打心酸 又沒有辦法拿裝備 節目可能有蠻多人在聽 很多人不知道什麼是DKP 來老布給你講解一下 DKP他算是一個 出席的分數 然後兩個小時多少 然後拓荒有拓荒的加成 一般的裝備5分起跳 就是要到達那個分數 你才可以閃 工會裡面的一個代幣的感覺 對工會代幣 那他有很多種不同的計算方式 可是最簡單的就是DPS字 如果你都給那個輸出最高的 那就是一個惡性循環 好像也是 這種工會就會有抓麻 這種工會 其實抓麻真的超級多耶 真的超多 但我在這邊還是要跟大家坦承一下 因為我小時候 就蠻會善用女生的好處 所以我其實沒有再算DKP 真的假的 我沒什麼 工會的人沒有人再跟我算這個 那你拿裝怎麼拿 我想要這一件 再來一次 我想要這一件 然後他們就會給你 這麼簡單 因為 就五個字 我跟我媽有紅包都沒那麼簡單 我想要這一件 然後我媽就會問我說 你要這紅包幹什麼 你還有拜託喔 就是如果他們其他人就說 可是我們其他人也想要耶 他說我說不行耶 人家是女生耶 我不會講這一句 小時候我不會講 因為人家是女生 這句通常就是 破罐破摔沒在管了 才會講 但是小時候不懂 破罐破摔這種事情 小時候就會撐到底 所以沒有發生什麼壞事情嗎 好像 有因為這樣出過事嗎 對啊有因為這樣出過事嗎 欸我那個裝備都給你了 你為什麼不陪我去看電影 好像還好耶 其實好像還好 所以都沒有人願意去看電影之類的嗎 怎樣 你的魔獸死就是 眾星拱月 大家都捧在手上的小公主 而且因為那個時候 反正因為那個時候 已經有那個魔獸藏寶箱 就是我們一群那個包網咖的那個朋友 有幾個比較調皮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把 怎樣調皮我想知道 沒有他們就是 會寫妳裙子是不是 拉妳肩帶 多小聲等級的調皮是不是 然後偷偷把妳人物藏起來那種 可是他們就會想要就是 就是有可能就是有一點就是說 哈哈我都跟女生一起打電動欸 的那種心態 然後他就會把我的照片 然後PO到那個長寶箱裡面去 所以我們郭惠人基本上都知道我長怎樣 我那個時候好像還有上長寶箱發燒還是怎樣 你何止上長寶箱發燒 你還上當時一個 由來自製作 我覺得我的那個分裝的經驗 可能是沒有辦法跟大家講的 因為可能講完之後 很多人都會生氣 欸老父以前有當會長對不對 這個公會出這種 你是不是覺得超頭痛啊 這一種就是他在要裝備的時候 我會默默忍住就是 都不要理他 比如說照規矩分 我想要這一件 都不要理他 補充一下就是我這樣子其實是 當時是沒有發生任何狀況的原因 是因為我有一件事情 我是絕對不會做 就我不會去私下的跟那個人說 我想要這一件 你是公開的 對我是公開 我會跟大家說 確實好 我想要這件 你現在這個撒嬌是全面的 是一個AE技能 大範圍的 大家都覺得說 我也有受惠到 那給他一下 就是這個人型 不是RL一個人賣給你的 是大家賣給你 大家都有好處 不要撕下來 撕下來就不好 不是那是因為你要啊 如果 例如說老布開個團 然後我說 老布人家那個裝備 我沒有講人家好不好 最早我覺得魔獸有一段實情 它不是遊戲性最好玩 你說還沒有開外遇的時候 對對對就60年代 那個我還沒有幾年 我是開了外遇之後才開始玩的 你從70級開始 對 就比較年輕 因為那個時候 玩起來就會覺得 蠻多東西 蠻不合理的 而且好像那個時候 玩的東西也沒有那麼多 我第一次飛坐也是A來的 為什麼 這個厲害 我說好想要那個 老布有發生什麼 Drama的事情 還在當那個 底下的會員的時候 然後就會有人不滿 會長的女朋友之類的 你怎麼 可是你後來當會長 都沒有任何女生 向你示好嗎 對啊 老布 人家好想出團 有沒有什麼辦法 可以讓我出團 你的MMO 比人家少一位 真的 我也是這樣覺得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你不是 我記得那個時代 大家基本上都會看到公會 不是公會 世界屏 都是各種在吵架 在吵架啊 我還曾經看過一個世界屏說 他說 某某某 你就繼續玩 你的魔獸世界好了 你的小孩 我要拿去堵店 這是超黑的啊 這是世界屏 他直接是世界屏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大家 然後他在打網咖 然後看到網咖說 魔獸有一個好處就是 他尬廣不用錢 現在那個尋求組隊 大家都在聊天 都沒有在組隊的 真的假的 風隙變這樣 就是他現在有開另外一個 育主系統 納克薩爾斯剛開的那時候 我剛好經歷了一場分手 是我 我知道的嗎 因為我記得 你剛分手那段時間 我有滿常約你 算了 總之我也記不清楚 約太久了 約也十年了 約也太久 那個時候納克薩爾斯剛開 然後我們禁兔團還沒推完 然後我那個時候就應急 我說我失戀了我想要打團 然後我就 艾羅把裡面其中一個人推掉 人家想打團 欸不是 我這公開講欸 我公開說我失戀了我想打團 大家都超贊成的 他說失戀了 好啊來來打來打 每個人都覺得幹 我的機會來了 失戀了 你的機會來了 可能男生聽了會有聲音 但是我一整個體驗是都非常好 因為那個時候我記得 納克薩爾斯有一關 他是那個王他會有一個那個 毒 然後他會放圈圈 然後大家都叫他跳舞關 然後那個時候我一直不會跑那個圈圈 然後那個時候艾爾還說 沒關係 大家陪你練習 然後我覺得 天啊 他對你講的是說 沒關係大家陪你練習 可是其實他們有創一個 私人的頻道 他說 因為我那個時候我也是 有發生一些很奇妙的傳言 雖然說網路不太好 請說 因為那個時候我自己有在代工會 然後那個時候就有人在傳說什麼 工會百分之百分之八十的妹都被我 都被我搞過 請問你們工會百分之八十妹的數量是 那個時候大概有五十幾個人 就是如果有八成的話 就大概有四十個人 至少三四十個吧 我就看怎麼可能 然後我就覺得 欸你們用腦想想看好不好 就我沒有帥成那個樣子欸 冰封王座那個年代 很多人在打G團 可以賺錢 大家不管分數 你就是在外面賺錢 對沒錯 賺了錢之後 可能這件裝備我喊 200G 然後老布那我出250 然後小梅說 可是人家想要 然後他裝備就分給小梅 這就出事了 最後可能 G團不會啦 G團不會 因為G團就是大家要賺錢 我沒有跟過G團欸 老實說 你不需要啊 可是我們去G團都是賺錢 我可能練好幾個分身 可是後來發現賺那麼多錢 也沒有用啊 有用啊 你就可以拿去給妹子買飛行座器 我不缺妹子 我缺 不是 你要想 我在做冰封爆 我在做魔獸美少女 我怎麼可能會缺 認識妹子這件事情 對啦 好像也是 不是 我的意思是 你看雖然說 你可能真的沒有 過這麼多女生 但是人家會這樣講 就代表你一定也都 還是跟公衛女生很好 你說是不是 是啊 對啊 光這樣子就也 也很有理由可以講話 好啦 我跟你講 大家平平都是玩遊戲 平什麼就是你跟女生很好 我們公衛都是臭男生 為什麼 平都是玩遊戲 為什麼怕公衛臭男生 你公衛就那麼多女生 然後你還跟女生很好 我們剛好惹腳本 沒有惹這一段 我們根本沒有腳本 我確實有跟公衛的 女生交往 還是只是比率沒有到80% 沒有沒有沒有 我跟你講 有一個有交往 因為我為了這個女生 我跟一個七年的女朋友分手 好像是一個月吧 一個月之後我們就分手 分手之後 然後他就出國 然後跟他前男友又附和 然後後來他回國之後 我們又在一起 然後在一起之後 發生了一件大事情 就我們在那個房間睡覺 他起來就說 欸還是我跟妳講一件事情 你不要生氣 懷孕喔 欸 你為什麼要破我梗啊 真的是啊 他就說 猜了 我懷孕了 可是孩子不是你 我有猜到懷孕 但我沒有猜到後面那一句話 我覺得我好像運氣很好 你以前在哪個生活 我在 我已經忘記 四個字 啊第一個字是什麼 第一個字 第一個字 你要啼啼啼啼 我忘記 第一個字 第一個字 你連當初有誰對你好 你都忘記了嗎 我記得有一個研究所的哥哥 他叫什麼名字 他的IT 我忘記了 我忘記了 大恩人研究所的哥哥 對你那麼好 你都可以忘記 他真的對我超好的 歡迎那位研究所的哥哥 在找貝莉莓認清 在底下留言 但是我那個時候不叫貝莉莓 我那個時候叫 我那個時候叫 喔對 尤安娜 我那個時候叫尤安娜 其實我有 不要找我 那個5000G的飛坐也不要找我 對不起 我沒有等我 我沒錢還你 我剛剛想了一下 就是因為我覺得 我的審美觀其實有點問題 然後為了避免說 有一些偏頗 我決定把你 你所有的照片都放上去 我記得 放在左上角 然後每30秒換一張 對 慢慢換 真的很煩耶 這一整片裡面 就看到那個左上角 全部都是你的照片 然後在那邊轉 你跳一下 我跟你講 就這個片子不是我剪 就給維尼剪 拜託維尼 幫我選一下 超煩的 不要理他 我要想到一個 就在我還沒有公開我的照片之前 我有先用 先借用另外一個男生用我的照片 蛤 等一下 我要先說 因為那時候我對魔獸世界 還不是很了解 大家還沒有用一個很成熟的語音軟體 就不像現在會DC 然後突然就某一天有個男生就說 小妹借我的照片好不好 蛤 然後我就 你自己不會上IG說 然後IG還沒開 他就是說他要拿我五名小站的照片 然後我就說你要幹嘛 他說沒有啦 就是有人在問 我就想說放一下 反正就是好像就是 在為數不多的語音的時候 會叫我去講話 然後他就說 那你可以走了 就是證明 偶爾露一個東西給人家 就是我不是 我不是因為我是假的 我不開麥 我只是因為我真的不想開 非常抱歉 但已經過了十年了 我們是有朋友 是因為魔獸世界結婚的 很多喔 超多的 我前女友是打魔獸認識 缺補師就被硬拖在大團 好像大家都缺補師 對 如果有一個補師可能沒有補好 那阿耶龍罵的 真的超兇 真的都是罵超兇 說 到底會不會補阿 誰帶你來的阿 你媽生你 還不如生個塑膠袋 你都要滾一滾洗洗去去睡吧 然後 到底是哪個阿耶龍 會這樣子講 真的假的啦 罵髒話這個我覺得還好 我都是問說 請問你有遇到什麼困難嗎 我有時候就會說 你要不要先去學一下 你的職業怎麼玩 這個很 這個很 而且還要越平穩的講 你要不要先去學一下 你的這個回拳要怎麼按 出去 那好兇喔 如果有放那個副本有放做起來的話 就會問工會的人 我可以一起打 像 我不會要那個 太大了是不是 對那個太大了 我承受了不起 所以你就是會要一些小裝備 對我會要一些小東西 我覺得我的方法比較 不會讓人覺得說不舒服 會用問的方式說 大家願不願陪我打 陪我去打 對我不會說你 你直接給 那如果說人家就陪你去打 就做席真的掉出來 他就把他塞走 你眼鏡也燈太大了吧 我從來沒有發生過這件事情 所以就是 掉了就是你的 對 我有時候沒有辦法想像 你的世界到底長什麼樣子 你知道我當兵我是會長 然後我那時候工會給我一個朋友館 結果我當兵的時候工會倉庫被盜 只能選擇打電話跟洗澡 我們只能二選一 我那天選擇 打電話還不是打給自己女朋友 我打電話給我朋友說 欸那工會倉庫怎麼辦 哇真的好用心喔 很哀傷 我那麼差點 然後他在電話廳那邊哭 那旁邊的弟兄還說 欸沒事吧 我說沒有 我不知道該怎麼解釋 你知道 這件事情是完全沒有辦法想像的耶 我覺得魔獸好玩 而且他也會再影響一些我以前 我現在在看一些遊戲 我覺得打王 然後王會設計一些題目給你 那打這隻王好玩的地方就是 你要如何去解題 我覺得整個魔獸對我來講 最好玩的地方就是這個部分 在解題啊 這個調度吧 好啦 那這一期感謝老布跟貝莉梅來 大家有空的話 雖然說兩位沒有Podcast 可是老布有一個魔獸專屬的頻道 然後小梅有一個頻道內容非常多 有Twitch有YouTube就這樣啊 就是主頻道 但是如果大家有在看VTuber的話 我自己還有一個V專用的頻道 然後大家可以去看 那老布有什麼想要宣傳的嗎 我也希望大家來看我的實況 我以為你要說 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再回來繼續玩魔獸世界 這樣 就等該辦 好啦 那這一期感謝兩位 那我是萊斯 我是貝莉梅 我是老布 大家掰掰 掰掰 掰掰 於是 有